香港紅十字會 在2006年已經開始海外醫療救援的工作 在2009年我們就開始了 ERU Emergency Response Unit的訓練 醫護人員其實來到海外救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到有很多傷者和家屬上的需要 包括他們在MHTSS 即是他們心理支援上的需要 所以今次香港紅十字會的醫療隊和心理服務隊 其實我們就聯合一起做了ERU的培訓 其實我們香港紅十字會 現在不只是服務香港的群眾 我們其實也是在香港成立了一個亞太區的中心 服務我們整個亞太區 38個國家紅十字會和新月會 他們在一些緊急和災難事件上的心理支援服務 所以今次這個培訓 就能夠令到醫療的隊伍和心理支援的隊伍 更加能夠清楚大家 其實是如何一起去工作 希望他們到真正去到災區做人道工作的時候 更加能夠合作無間 就能夠對付給他們 我們會在一起做的 旁邊的掛電營 所以我們會在一起做的 我們會在一起做的 比如說我們會在一起做的 就是在社會上的地方 更加能量的地方 更加能力的地方 更加能力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